特里加奥特曼疯了 德凯突然冒了出来 并且前去阻止 不等德凯有所反应 特里加抓住他的脖子就是一拳 一掌将德凯劈翻 随后对着德凯又补了一脚 德凯此时还完全处在懵逼之中 原来此特里加并不是比特里加 他是斯菲亚特里加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就要从剑舞获得穿越卡牌 随后特里加穿越斯菲亚屏障开始说起 在优沙雷以及德凯的相助下 卡米拉被营救出来 正所谓小别圣心魂 在剑物作别了杰明之后 带领卡米拉返回火星之际 意外就这样发生了 还不等特里加二人轻轻握握 突然一阵电神雷鸣 两名马格马星人 携带超古代怪兽哥美斯突然截胡 坏战就这样毫无征兆地展开 才仅仅一个回合 此时的特里加已被斯菲亚侵蚀了身体 身体根本用不上力气 在卡尔米拉的掩护下 特里加这才得以喘息 卡尔米拉虽然勇猛 但是面对两名马格马星人 以及哥美斯的夹击 卡尔米拉最终被他们撸走 地球上 一名叫卢扎斯的外星人潜入人群 奏大率令前来基纳 在人类的相助之下 奏大终于发现卢扎斯的踪迹 经过一番赤手攻拳的格斗之后 奏大终于将这名外星人起拿 但就在此时 牛头怪以及赫尔贝洛斯杀了过来 奏大大手一挥化为德卡奥特曼 迅速与赫尔贝洛斯两怪展开交战 面对两怪夹击 德卡毫不畏惧 先是重锤牛头怪 再将其甩出 硬钢赫尔贝洛斯的大尾巴之后 强掌德卡猛人出现 抓起赫尔贝洛斯的脑袋之后 就是一技重拳 面对牛头怪的扑篮 强掌德卡从容应对 就在此时 奇迹德卡再次冲向牛头怪 在一番快如闪电的攻击之后 德卡一脚将他踢飞出去 德卡猛人使出一招割衫打牛 牛头怪这下被打得不轻 眼看两怪失败 卢扎斯搬枪逃离 却被德卡抓了个正着 德卡一番打屁股之后 摔倒的卢扎斯炸响之鱼 又猛然召唤出豪尔贝洛斯两只怪兽 面对中计 德卡只想速战速决 只见德卡一招塞尔杰特光线 猛然打出之后 两只怪兽这次被彻底击退而去 就这样 卢扎斯被戴上手铐 被德卡带走 卢走卡尔密拉的马格玛星人 再次祸害地球 此时罗索布鲁格力乔申请出阵 就在三兄妹斗着昂扬的 大战马格玛以及哥美斯之际 格力乔被哥美斯抽在地上 随后格力乔也被巴罗萨卢走 兄弟俩立即乱了阵脚 并想办法尽快救出小妹格力乔 此时的特利加也在大肆地破坏 于是就有了故事刚开始 德卡前来阻止特利加的画面 德卡毫无防备 最终被特利加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哈乃尔及时赶了过来 并且当众拆穿特利加是一个冒牌货 他正是斯菲亚的复制品 虽然是复制品 但特利加的战力依旧了得 就在德卡想大战一场之际 斯菲亚特利加居然召唤出合成兽根了 容不得德卡有所考虑 便对着哥莫拉展开攻击 但哥莫拉坚若磐石 德卡居然遭受他的顶撞 斯菲亚特利加算是一招光线补刀 德卡奥特曼身受重伤 居然被炸毁了人间体揍大 斯菲亚特利加以为取胜便匆匆离开 面对人类揍大 哥莫拉不屑一顾地准备攻击人类 千军一发之际 哥莫拉突然被打一猎起 而来者正是真中剑物 特利加虽然被斯菲亚复制 但剑物还是真剑物 在剑物啾啾枪的啾啾下 哥莫拉就这样被击退 剑物扶起邹大后 向邹大讲述了返回火星石的遭遇 因为他在穿越地球屏障时 吸入了斯菲亚的力量 因此也被斯菲亚趁虚而入 就这样被夺走了特利加的力量 德卡发誓一定要为剑物抢回特利加 但此时哈乃尔告诉邹大 但是邹大偏偏要证明一下 于是便约了斯菲亚特利加再次单挑 大战就这样一触即发 哈乃尔说的果然没错 德凯根本不是特利加的对手 德凯被削一剑后便乱了章法 手持大宝剑的特利加在猛批一刀之后 两奥变换形态再战 但德凯依旧不是特利加的对手 被特利加按在地上 面对德凯的反击 特利加猛然就是一刀 切其腹部 进步中剑 德凯败下阵来 剑物此时赶到 于哈乃尔呼吁人类 将希望之光交给德凯 在获得人类的希望之光之后 特利加咽皮也在吸收 并且一剑再斩德凯 德凯再次败下阵来 斯菲亚特利加赶尽杀绝 一招攻击将剑物击飞出去 德凯除了大汗助手之外 也丝毫没有别的办法 斯菲亚特利加也不啰嗦 大手一挥之后 一阵电神雷鸣 怪兽军团再次冒了出来 德凯瞬间被怪兽包围 但是他为了夺回特利加 他不能后退 于是一番换阵 又对着德凯围而去 面对这群赤蜜汪凉 德凯此时只有挨打的份 在挨了哥姆拉一爪子后 德凯被特利加按住脑袋凶奴 就在德凯性命堪忧之际 斯菲亚特利加突然一哆嗦 随后特利加的力量 从他的体内脱落 原来贾特利加 干嘛消化不了人类的正义之光 局势转变就这样来的猝不及防 而此时的德凯感觉自己又能行了 一拳卵向甲特利加号 变化身为德凯奥特曼奇迹形态 并使用奇迹的光芒给了剑物 至此剑物夺毁了特利加的控制权 特利加奥特曼拉风出现 但这并没有结束 怪兽军团再次围攻而来 而反场的贾特利加经改造后 在着斯菲亚手臂捐土重来 此时的德凯相当亢奋 一个奥特分身之后 三个形态德凯 三个形态特利加同时出现 两位奥特战士六个形态开始展开反击 德凯VS雷秋兰 特利加VS斯菲亚特利加 德凯强壮以及强力特利加对战哥布拉 在两位奥特曼的蛮力配合下 哥布拉喊快便被一举击爆 炸在一片火海之中 而雷秋兰则在战天空型特利加 奇迹型德凯 战斗的结果是可笑而知的 仅仅几招配合之后 雷秋兰就被射杀在两奥的配合之下 最后六种形态迅速集结 开始解决爱丽王以及雷德王 六对二的战斗 对于德凯和特利加来讲 这根本不在话下 分分钟的时间 就将爱丽王雷德王斩杀在合击之下 此时的斯菲亚特利加缓缓出场 不得不说他的气势逼人 六对一的战斗就这样再次周旋起来 没有想到 斯菲亚特利加以一对六的战斗 居然丝毫不处 一招手掌击地之后 便盖翻四位奥特曼 一时间六位奥特曼 却一时无法制服斯菲亚特利加 但毕竟双拳难敌十二手 在六位奥特曼的车轮战之下 两招手掌切割正中斯菲亚特利加 随后斯菲亚特利加便被击中在一片爆炸之中 至此特利加和德凯 才取得一次像样的攻击 但两奥面对的挑战源源不止如此 在斯菲亚大手召唤之下 一阵电神雷鸣之后 斯菲亚合成兽萨沃尔斯冒了出来 一场寒战就此再次展开 至于德凯特利加是否能够取胜 且听大蒙凯歌下回分解 至于德凯特利加